你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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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咱兄弟二虎呢 那天 你已经见着了 就是招呼我那天 川军庄哪个 真是他 陶府的林副官 那个就是你的 双胞胎弟弟二虎 没想到咱兄弟仨 在这儿见面了 听你们说话 听得我心都碎了 大虎 能跟你们哥俩喝一杯吗 大姐 来 大姐 二虎也这么叫我 大虎你也这么叫我 那以后 我就是你们的姐了 来 为你们兄弟相认 我先干为敬 在这人世间 在这人世间 再也没有 比你们静家的故事 更然而落泪的了 大虎 我跟大龙 也算是一家人 来 为咱们的娘 干一杯 来 大龙 来 姐 哥 往后来福远 再也不孤单了 当然不孤单了 有你哥 有你兄弟 还有你大姐 只要一有时间 我肯定过河看娘 咱哥三一块回去 真羡慕你们呀 你们三兄弟 多好 娘在地底下 也能瞑目了 娘 儿子没能耐 我见到了大虎 可我却不能把他 带回来见你 我跟春桃 就在一个院里 可我以为不能救他 祸害春桃的仇人 就在我的眼前 可我就不能一标杀了他 《光之ž》 《光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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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快点捞乱 往边走 小心点啊 别撞坏了啊 慢点 慢点 往拔子 来 放车 来 放车 放车 快快快 谁让你动实些了 你是九二 啥九不九二的都一样 没事和小桃红背个戏文 大包头 咱们继续排希望了 好 慢点 慢点 来 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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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你认歌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见了呗 是 我是认歌 那以后 我也能叫你大虎吗 不行 那是我哥叫的 我偏叫 那大虎比望春好听多了 大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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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啦 那叫魂似的 小头 大虎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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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虎 干吗 大虎 来找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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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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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大虎 快 快 冰秋 你看 多好啊 像两只蝴蝶 二主 赶紧给俩娃把水拌了吧 对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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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 不到了 不到了 小大虎 打小你就能跑啊 那是 都出汗了 大虎 你嬷嬷 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怎么 太臊了 哪有 哪有 大虎 你看那边什么呀 大虎 什么呀 来接我 来接我 臭丫头 等等我 等等我 头兄 跟你了 你说这事 我想起来就信有余计 要不是有你在 我早就死了 而且死得还很丢人呢 桃兄真会开玩笑 这不是开玩笑 刀都夹在脖子上 哪里 但是桃兄您福大命大 总能奉兄化鸡 要不是你 这个鸡我化不了 我只能化成一股烟 子鸣 你帮我拿个主意 啥主意 桃盟军的事 这个吴司令弄得我头痛了 他非要把这个司令部 设在顾阳 看来这个吴司令 是要控制同盟军 他对我不放心 所以他 拉拢刘家庚 来跟我抗衡 他还去包头 拜访过廖司令 那桃兄 你咋办 咋办 好在还有几个兄弟 给我一条心 没有他们 我照样能把同盟军 给拉起来 只是 怎么 桃兄有啥难言之言 不瞒你说 各地方的军阀 都是靠主子的势力 过日子的 主子越大 的日子越好过 这吴司令 不是去霸解了廖司令啊 我想把这个 比他更大的 桃兄说的是 严大人 对 严大人 严大人的势力 不比他们强啊 再说 我身边有你这个 严大人那儿来的副官 我这叫得天独厚 桃兄此言极是 所以我想去拜访一下 严大人 好啊 那你跟我一块去 行 正好我还想见见严大人呢 桃兄 咱啥时候去城 明天 路上有好几天了 严大人 春桃 春桃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盯着我们司成 再打司成的主意 我忘了你的眼珠子 司成 他是我儿子 你儿子 你配有儿子吗 我不配 你配 你 你 你骂我 我骂你什么了 你的意思明摆着 骂我是 不会下断的鸡 我没这么说 你还嘴枪 你等着 子妮 把棍子给我 给我 给我你 我 我今天就是要打你 打你 打我 打 好啊 好啊 你反了天了 你看我不打死你 你干 你干 你 别打 春桃你别打了 你看我怎么打 别打了 别打了 咋了 这儿没你的事 你反了天了 你反了天了你 你看我怎么打你 别打了 春桃你 别打了 你这贼呀 你这贼呀 老爷 老爷 你 你 你快给我拿主意吧 你 不不不 这怎么了 怎么了 这就是春桃干的 这么大把的头发 他都敢把我揪下来 我不过了 我不过了呀 你好好给瞧啊 空散了 老爷你听我说呀 春桃 他今天盯着司成 不打好主意 我说了他几句 他又是抓我 又是打我 你看看 这哪儿是什么姨太太啊 这分明就是一头母郎 母郎 你看看 好狠的心啊 这么大把的头发 他都给我揪下了 娘 老爷 都是你管的 你管的 从你那天 把他去进家门以后 他要什么 你就答应什么 他要你把大龙给放了 你就答应了 他要你把大龙给放了 他不让你进他的家门 你就不进 他不让你进他的家门 你都把他灌成什么样子了 他都烦了天了的 他都烦了天了的 我灌的是你 你把人家儿子抢去了 他就看一眼 你就闹腾成这个样子 你就闹腾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了 我就是不让他看 他大坏主意吗 你想想啊 他今天能把我的头发 揪下来能这么打我 明天就能抢走我的儿子 后天 他就能逼着老太爷 老太太上吊 闭上这个仇罪 老爷 老爷 这回 你真的得给我拿主意 陶家再也不能这么下去了 你得好好管教管教他 我求你了 丢人哪 四伯爷 我先下去了 你坐下 这个热闹 你已经看了 就看到底吧 坐下 好 好了 我给你出气 行了吧 老爷应免 子明啊 我去收拾那丫头 你在门口替我守着 司令 这是你们家的私事 我去不合适 你不给我面子 您就不能放了三太太吗 放了她 我正瞅着没差收拾她呢 我跟你说 她表面上是我的三太太 可实际上她 从她一进我们陶家的门 寻死逆活地 弄得我 我这一肚子气 我要好好的就发现发现 这都是家丑 我没把你当外人 所以 我知道 走 四肠 老爷 老爷 走了 老爷 你在门口守着 不叫你别进来 是 快去把大小姐叫来 好 快搅了 跑了 你这一位 这也不想起来 他一直都拒绝了 你放了我 急着 我上队 把我拒绝了 那你是什么人哪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姨太太 好 我今天要让你知道自己是不是吓人 还敢拿眼睛瞪我 你不是会武功的吗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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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臭鸭子 你干了多少件前奏的事啊 我对你太仁慈了 今天我要好好地收拾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今天要让你好好地伺候我 你给我出去 你烦啊你 不要 小姐 我和你 救命啊 快 要快跳 要快跳跳跳 她就去吸引他了 老爷 我要办法 你再反笑 你再反了 老爷 你再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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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差不多就行了 你还真打死他呀 我就是要打死他 我就是要打死他 老爷 他才是司成的娘啊 你把他打死了 司成不就成了 没娘的娃了吗 你给我滚 我让你滚 听见吗 老爷 老爷 老爷不好了 老爷 老爷 老爷不好了 大太太 她滚过去了 在哪儿 后院 快睡 来 这个混账 她咋能对春桃下狠手呢 子妮啊 你跟我说 这事是不是大太太使的绊子 我 我不知道 你呀 你不说我也知道 这个顺娘 她咋就那么邪性呢 春桃招她惹她了 春桃生娃 那是给桃家生的 生了不就给她了 她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的 老太太 老太太 不好了 大大太昏过去了 昏过去了 在后院摔了一跤 昏倒了 子妮啊 老爷叫你赶紧过去呢 好 哎呀 你把娃干啥呢 乱哄哄的 行了 快去吧 我看着娃 春桃 你扶个软 她不就 你瞧你这上的 春桃 我告诉你啊 那疯婆子遭报应了 她这么欺负人 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这不 刚走到后院 她就一根栋栽那儿 昏过去了 你倒栽死才好呢 春桃 你听我一句劝吧 司成好好的 你多看一眼少看一眼 有啥呀 你还非招他不可 秦连姐 我只是看着 子妮抱着我那娃 那娃冲我 招了招手 我就过去牵了她一下 大太太 就以为我要把司成怎么样了 她要想找事 总会有理由的 她把老爷的火也了起来了 要不 老爷不可能下这么大死手的 她就是个恶魔 春桃 我叫你忍 你怎么就忍不住呢 真真坚贵 爹 家里乱哄哄的 你跑哪儿去了 我去细盐子了呀 洗班子的人都走了 你去那儿干什么呢 爹 洗班子的人都走了 那洗台子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爹 走 进屋去 我给你唱个戏听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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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都昏过去了 爹 你怎么不早说呀 娘 娘 司令 明天的行程变吗 不变 一早就出发 我也想请经几天 老爷 真要去山西 对 去挥挥阎老西 你不是去挥阎老西 你是要考验林副官 你对林副官不放心 这年头 谁让我放心 虽说这个林副官 很讨人喜欢的 可我不得不防啊 他身上的这些 这标就是我的心兵 你是说那回咱们家 谁有这么大本事啊 一标就要了人命 那天去打猎 他用标救了我的命 可我一直在犯嘀咕 要那样 他大可不必救你啊 是 他要不救我 我就死定了 他救了我 我反倒怀疑他了 这个林子明 一定不是登闲之辈啊 那你根本不认识阎老西 没听人家说嘛 一般人根本进不了他家的大门 他要是个冒牌的 没等到走进阎老西的家门 腿脚就软了 二头 看样子 陶中原开始怀疑我了 怎么可能呢 进了陶府 我没露出任何破绽呢 难道仅仅是世代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问出 看看他手里 到底有大什么呗 子明 就要到你老家了 你不回去看看 我爹娘都死了 家里住车上大爷和二姑了 要有时间 我还真想回去看看 那你不去了 您的要事要紧 不回去了 你说我背了这份 给严大人的礼 太薄了吧 严大人平日就喜欢收藏 您这礼虽然不贵 但是稀罕 不薄 我这可是听你的 要不然我真不敢 到严大人家您不就知道了 他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您不是拜访过他吗 是啊 我那回去他没再白跑了一趟 后来 您就去武泰山起伏了吧 这小子 你记性真好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受了些惊吓 调养几天就没事了 那可以不吃药了 不用 要是有什么事 随时叫我 那我先告辞 柳先生 您慢走 好 清莲 送送柳先生 有鬼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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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说娘啊 你胡说什么呢 鬼在哪儿啊 让我看看 娘 娘我撞见鬼了 鬼就在咱后院 后院有鬼 有鬼 有鬼 娘 有鬼 娘 哪有鬼啊 是您自己吓着自己了 这大白天 我一个人影都没看见 走到那儿就咔哭一下 给绊了一下 快叫你爹回来 叫你爹回来打鬼 我爹他去山西了 你爹他不管我了 哎呦 我誓死誓过 他都不管我了 我这活的还有啥劲啊 哎呦 哎呦 别碎你啊 秦连姐 你笑什么 我是笑赶牛那小子 他真把那疯婆子给吓傻了 是赶牛干的 是啊 那吼生可真吉利 大大太没看见他 把他当成鬼了 他哪是把赶牛当鬼啊 他还是在说我呢 嗨 叫他说去呗 是 春桃 你的心上人 叫二虎 是不 你咋知道 你受难的那一刻 叫着他的名字 桃正远打你的时候 你叫出一个二 后来你就叫二太太 可是我知道 你咋知道 你那不是在叫我 是 是二虎 是林副官 陶正远打你的时候 他差点拿把枪冲进去 要不是赶牛 陶正远肯定活不过今天 他吃定枪子了 他说 金远姐 二虎他 他 在这个院子里 他叫林副官 他跟着老爷去了山西 去了山西 大牛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才说 那陶家不让出来 大太太这两天正闹事呢 坏了坏了 这回要坏大事了 坏啥大事啊 这是陶正远 给二虎下的套 这回二虎 可能是有去无回 啥 有这么玄乎 你知道啥啊 二虎这次单枪匹马 我给上边汇报都来不及 如果陶正远真的给他下手 咱谁也救不了他 说 那 那是我害了二虎哥 现在疾管啥用 他现在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那咱咋办啊 能咋办 听天由命吧 如果二虎能躲过这一劫 算他挖命大 如果躲不过 咱也只能 司令 你看 前面就是阎府了 这么快就到了 上回我带的家眷 走了三天哪 我们从哪个院进前 那要看司令的喜好了 直走便是前院 绕到半圈就是后院 进前院呢 能进得堂堂正正 进了斋府呢 便是一个很大的场子 后院呢 清静隐蔽 没人看见 那当年蒋夫人走的是哪个院啊 当然是后院的 你见了阎大人一定要替我美颜几句啊 那是当然 不过在阎家宅院里 阎大人不喜欢行军礼 那行什么礼啊 行大礼啊 我是您的副官 阎大人当然以贵宾相待了 不过阎大人脾气也挺古怪的 咱这回来 应该先打个招呼才行 对啊 我这也是突然决定的 大太太这么一闹 我就想出门清静几天 那 阎府还有哪些讲究 别让我闹笑话 要说讲究可多了 您想想 阎大人在江湖上这么多年 一局势起不倒 他能没有讲究 我记着当年有个财主 想讨好阎大人 结果送出了礼 阎大人犯了心病 愣着是没让他进门呢 你可是在阎大人身边干过 有什么规矩你得提醒我 放心吧 陶司令 他会不会见了你就 把你留下了 那可说不定 司令 你看 前面就是阎府了 要不要我进去通报一声 好啊 要不这样 我让阎大人亲自来接你 那可不敢当啊 走 陶司令 陶司令 到了 进去吧 好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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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快点 大人在想闹鬼呢 你说什么 闹鬼 闹什么鬼 他说要请那个麻婆挑大神 你让他闹去 老太太怕闹出个好歹来 让老爷你赶紧回去 回去 这 陶司令 陶司令 你看 都到阎府门口了 哪有不进去的道理啊 才半天功夫 就是啊 你来得真不是时候啊 你这 这事要不知道也罢了 知道了心神不宁的 在阎大人面前 这不丢人吗 回去吧 陶大人 来都来了 不能白跑一趟了 就是啊 他是有什么办法呢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走 出去出去出去 谁让你来的呀 快出去 大小姐 我也是有面子的人 这可不是我 自己找上门的 我管你面子还是礼子 你快出去 装神弄鬼的 快走快走 出去 我们这不欢迎你 你出去 思烟哪 别闹 是娘叫她来的 娘 你这是迷信 你不信 娘信 娘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鬼 思烟哪 思烟 可是娘就是看见鬼了呀 好好好 娘 你别瞎想了 鬼啊 子鸣啊 人说夜不过黄河 你说咱这黄河 过不过呀 过了黄河 就是您的地盘了 安全性 这次 让你白跑一趟 不会怪罪我吧 哪里 事不由人嘛 等有机会 再拜访也不迟啊 不瞒你说 这次我还拜访过一个人 小田一郎这个人你知道吗 知道 规划明珠商会的会长吗 那是表面的 实际上 他掌管着军队 是吗 这日本人最爱玩这种把戏了 搭着经商的旗号 实际上是啥 你都知道 不过 不过小田这个人很仗义 他答应帮我的忙 陶司令 跟日本人合作 您可得多留点心眼啊 毕竟现在形势紧张 不得不妨 我不是吃看饭的 我心里清楚着呢 我是要借日本人的力量 给姓吴的一个下马威 五元这一代 我就是王 王 与陶兄的魄力 称王也不为过呀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踏实了 天灵灵地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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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小鬼快醒神了 一世小鬼快醒神了 快醒神了 别害怕 一会儿就把鬼抓了 演马 看热闹 opt 適kt 宅 鬼 女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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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你出去 大龙 麻婆要去陶府啊 准没好事 你说会不会又是春桃啊 别瞎想 春桃不会有事的 你说那春桃 咋那么命苦啊 心上人在眼前转悠 不能认 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吧 又被大太太给抢走了 这叫啥事啊 春桃这是财手糊口 又进狼窝 我以前还去陶家打打麻将 我现在都不愿意去 我一看见春桃吧 我这心里就难受 你以前不是还说春桃 安安心心在陶府当西太太的吗 我那说的不是气话吗 你都记住了 也不知道二虎能不能救出春桃 还救呢 大龙 你都忘了 你别关在地牢里面 行了 别叨叨了 大龙 桃俊远是放了你 可是眼睛一直盯着你呢 你没看 他家那几个护院 老在门口转悠 看见了 我眼不下 大龙 大龙 二虎就已经让人提心吊胆的了 救春桃的事以后再说 行吗 大龙 你说二虎能救出春桃吗 能 咋不能 二虎真把春桃给救出来了呀 咱们就给他一笔钱 让他远走高飞 让桃俊远永远也找不到他们俩 想得都挺好的 孙娘啊 昨儿晚上你这屋闹了一宿 我都没赶过来 娘 怎么样啊 孙娘 好点没有啊 娘啊 不把鬼赶走 我毫不了了 你说那鬼在哪儿啊 春桃 她就是个女鬼 娘 麻婆照出的人影全是她 麻婆说了 不把鬼赶走 鬼就会馋死我的 孙娘啊 你咋叫不想想呢 咱陶家把春桃当成鬼给赶出去 那人家会怎么看咱们呢 就算你是司成的娘 可司成是春桃生的 这谁不知道啊 刚生了娃 就把人家当成鬼给赶出去 这 这也太不仁义了 以后 司成长大了 要知道这些个事 他会怎么看你啊 还不得把你恨死 反正你们不把鬼赶走 我这病是好不了了 成 成 那你呀 就慢慢养着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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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 林大哥 林大哥 你回来了 你咋了 没事 突然间想老家了 你不是刚从山西回来吗 没有回老家呀 没顾上回 还军人呢 那么多愁善感 人非草木 书能无情 我觉得你就无情 我顺着玩的 四眼 这些天家里没什么事了 有事呀 好戏连台呢 好戏 我爹我娘我二妈三妈 不都登场了吗 看来这出戏可不太好看 你刚来我们家 对我们家的事还不太了解 在这个院子里啊 这种戏会经常上演 只不过有时候会调换角色而已 那你扮演什么角色呀 我呀当然想当包公了 只不过他们有时候可能把我当小丑吧 有意思 有意思 你终于高兴了 看着你难过呀 我也特别伤心 大小姐 不听不听 怎么了 难听死了 说了多少次 不要叫我大小姐嘛 人家有名字 那好 今后 就叫你桃丝烟吧 不行 要把桃子给去掉了 糖做掌 伤眼 在黑夜里 无情蔓�延 誓言散落片 隨風飄散 經歷了風雨 走過了四季 日月相伴如雲隨心 我夜夢迴 是我不斷重複的記憶 思念在隨我心 鬥轉心意 是我不停止找到的你 無奈活著守護你 此生一次愛 往未不等到的這一夜 但是没有人能够代替 此情此意 我注定听了口味 百转千回涌下你 百转千回涌下你